大家好,今天超级飞侠又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形玩具了 首先是超级飞侠的乐迪 乐迪给我们带来的是二号的星座变形玩具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城市的球体上面是什么星座的图腾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只蝎子 它有两个大大的钳子 然后还有一条尖尖的尾巴 那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看一下这是不是一只蝎子呢 首先让我们把它的脚张开 然后蝎子的头部可以往下翻折 这就是蝎子两边的钳子 然后上面是蝎子的尾巴 这里有一个尖尖的部分 最后把这个橙色的图腾球体装到尾巴上面 这样子我们的蝎子就变形好了 超级飞侠乐迪给我们带来的是天蝎座的变形玩具 接下来是酷飞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蓝色的球体 上面是什么动物的图腾 这个看上去好像是一只熊 它有尖尖的獠牙 然后还有圆圆的耳朵 那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这个变形玩具 前后都有轮子 看来是一辆战车 先把图腾球体 安装到战车的上面 然后把后面的轮子 往上面翻折 前面的两个轮子也可以往下翻 这只动物的四个角是四个轮子 它的头可以往下翻折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动物呢 大家看 它有两个圆圆的耳朵 然后还有一个黑色的鼻子 下面是它的嘴巴 头上好像带了一个盔甲 这是什么呢 它的底下有一个轮子 这好像是一辆独轮车 然后它头上也是一只小熊的造型 这辆独轮车还可以跑动呢 独轮车和这辆战车可以合体在一起 那我们就变形好了 酷飞给我们带来的是小熊星座的变形玩具 接下来是超级飞侠小青 小青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动物的变形玩具呢 这是一个纸饰的球体 上面图灯的形状好像是一条龙 这个是动物头部的护甲 看起来有点像一条龙呢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首先从中间可以掰开 然后把尾巴的地方旋转一下 头部的地方也旋转一下 这时候动物的头就出现了 大家看是不是很像龙的头呢 然后这是黄金的爪子 紫色的图腾球体可以安装上去 最后再把龙的头部护甲安装上去 那这个星座变形也变形好了 这是一条纸饰的龙 看起来好酷啊 小青给我们带来的是天龙星座的变形玩具 接下来它们还可以合体呢 首先是天蝎座 这我们来变形一下 它的脚可以合上去 这样子就变形好了 这会是机器人的什么部位呢 接下来是小熊星座 也让我们来变形一下 这样子就变形好了 那你们可以猜猜看 它会是机器人的什么部位呢 最后是天龙星座 天龙星座的头部护甲可以拿下来 然后头部和尾巴旋转一下 再把它们合到一起 尾巴和头可以翻折起来 那这条紫色的天龙是机器人的身体 成色的天蝎座是机器人的左手 然后蓝色的小熊星座是机器人的右手 那机器人的头在哪里呢 出现了 最后还可以把头部的护甲安装上去 那我们的星座变形大合体就完成了 看起来是不是很酷呢 这个机器人的左手是天蝎座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呢 有尖尖的尾巴 右手是小熊星座 两个轮子也是很厉害的武器呢 而且它的左手和右手都可以进行更换 那把它的左手从天蝎座变成辨射龙星座 右手变成剑鱼星座 这样子它又有了新的武器 看起来是不是很酷呢 那和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 星座变形玩具进行一个对比 左边的机器人身体是红色的狮子座 那你们记得它的脚步是什么星座吗 今天超级飞侠给我们带来了 天蝎座小熊座还有天龙星座的变形合体玩具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星座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更多更好玩的变形合体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